雲林其實地方不大 可是他每次都可以吸引全國的這個注目 因為剛才講 雲林裡面有個非常著名的蘇智芬 又有一個張家 張家雖然是地方派系 可是他掌握全國的這個農會 現在兩邊四如水火 而且他們是世仇 因為兩邊要幹嘛 兩邊都要爭取雲林的這個所謂的海線 你掌握了雲林的海線 第一個你可以掌握到的公廟的系統 第二個 你等於也可以掌握到的農漁會的系統 所以現在兩邊又開戰了 而且有人講說 這是蘇智芬跟張家的最終戰役 沒錯 在這個雲林縣的所謂政治勢力裡面來說 當然有張榮為他們家族 另外一個還有非常重要就是蘇智芬 那蘇智芬來說 他們兩邊在這幾十年 已經互相對壘了很多次 縣長也對壘 立委也對壘 當然有輸有贏 蘇智芬是沒有輸過的 但是張家很多次就敗在這個蘇智芬的手裡 蘇智芬這麼巧 所以張家當然很想要搬回一城 這幾年來都是蘇智芬壓著張家大 對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要爭奪海線 我跟他講 剛才寶傑講到 海線裡面有非常重要的 北港 北港朝天宮是個非常重要的 我這個裡面來說 對 輻射出去對全國的這個狀況 另外還有一個 所以有人講 北港朝天宮 是所有馬祖廟的總廟 還有他今年 對 是全國各馬祖廟 應該講全國所有廟宇裡面 對 鄉客最多的 進鄉人數最多的 另外一個就是當然張榮為了家族 胡偉政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們都忽略掉一點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麥寮 麥寮的六親 麥寮六親來說 他每一年回饋給地方的金額 是相當相當龐大的 這個都是為什麼一定要拿下海線 導播看 麥寮有個六親 對 他可能後面有強大的資金的藝術 是 沒錯 我有北港 對 全台灣的媽祖的總廟 等於說是宗教的一個頭 對 胡偉 對 胡偉關鍵是 全台灣最大農會 其實最大的農會集散地 是 就在胡偉 因為他就靠近西羅嘛 塞雷嘛 所以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地方呢 雖然是說 大家好像看他沒點 但其實他是 雙方絕對要拿下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跟你講 事實上 根據之前我問過相關的人的 麥寮六親 他一年贊助當地 你要當地了 你雲你要辦什麼活動 什麼活動 其實麥寮六親都贊助非常多 所以他事實上 這就是一定雙方都要拿下來嘛 我拿下立法委員 當然 目前為止縣長是你們張立善 我拿下立委 立委我繼續顧著他 這個對我來講是好啊 這樣講我就懂了 我先講 以前雲林海鮮是紅頭水尾 吃飯雞刷 是一個非常平衡的地方 可是沒有想到 他掌握這麼多東西 所以雙方這次都勢在必得 就是這個樣子嘛 尤其是現在雙方的這個 章榮衛還有蘇智芬 年齡都變變越來越大嘛 所以人家就說 這搞不好是雙方最後一次的對決 那所以對決的話 最終戰役 對那當然最後最決的話 所以是蘇智芬跟張榮衛的最後戰役 那當然沒有不客氣嘛 所以這次張家他們就說 那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不出來 為什麼不出來 因為出來的話我可能會變成是這個看板 讓你打對不對 罵掉讓你打 因為蘇智芬這幾年的覺醒 對 就是壓著張家打起來 對好來就是換個人 換這個丁學忠 那丁學忠是誰呢 其實丁學忠跟張家當然淵源非常深 因為他就是胡偉鎮的鎮長 那他當年拿這個胡偉鎮的時候 鎮長的時候拿了七成選票 所以他這次 師在必得 準備要跟你打 那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個區域也很簡單 你只要看三個鄉鎮就好 一個是胡偉 胡偉是人最多的 那所以為什麼這個丁學忠出來 會佔優勢 因為他就是 丁丁丁嘛 對 我佔優勢嘛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賣寮 賣寮是人口 第二多跟第三多 差不多 他跟這個北港差不多 那問題是賣寮這幾年 很多人其實對於這個張家 是比較友善一點點 所以逐漸 他過去是比較偏綠 但是這個張家 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贏蠻多的 所以有一點點 這個目前為止 變成是左右搖擺的這個狀況 但是其實最重要在北港 關鍵北港 蘇思芬就是北港嘛 所以北港文多 蘇思芬是北港人 他過去選舉很多次都是 我胡偉書 麥寮可能跟你打拼 但是我靠北港贏回來 所以這一次來說 為什麼大家都會把目光 放在北港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北港裡面來說話 你看 北港最有名 我們就知道就是 朝天公 那朝天公的董事長 就是蔡詠德嘛 那蔡詠德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他現在就變成是 雙方 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朝天公會 藍綠擺全部都要去 就是這樣吧 兵家必爭之地 兵家必爭之地 那你看上一次 賴清德來了對不對 賴清德來 他當然毫無疑問 就拉了蘇智芬 一起來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喊總統選舉 啊賣幣賣幣 總統來說賣幣賣幣 但是這個立委選舉的時候 他就請大家支持蘇智芬啊 蘇智芬這樣 然後蘇智芬在這邊說 蘇智芬動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民進黨這一位 他當然是不客氣的 補出3號 因為3號就是蘇智芬 那比3號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你蔡詠德比的這個5 然後這後面還有人比5號 他比5對不對 那你要是動算 你要不要就是動算 如果你要支持他就是這樣 你幹嘛比5 比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呢 丁學忠 國民黨籍的就是5號 所以等於是說他 等一下 蔡詠德站在賴清德跟蘇智芬的旁邊 居然比個5 對 那因為他也沒辦法 他不是隨便比的 是 他就比個5 為什麼 因為他事實上是這一次的 丁學忠的這個總幹事就是我嘛 所以我總不能說 我在這裡 我可能可以比3號 那怎麼可能呢 所以我當然比5號啊 所以他事實上這一次 雙方在這邊拉鋸 我覺得北港會變成是後來的關鍵 你看從這個北港鎮公所啦 鎮長啦 然後還有相關的這個 北港曹天公農會的總幹事啦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蔡詠德啦 還有很多圖 全部都是這樣 就是5號 所以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一次蘇智芬 會這麼的緊張 為什麼要蔡英文總統去 所以這次公廟票也在動了 對 因為這一次的海線 真的相當相當重要 你可以看 你可以講 拿下這個 這個附近有曹天公 然後附近又有農會系統 又有這個賣料 所以那這一席 大家不要看他好像沒有很重要 但其實他的地位真的是非同凡響 好 蔡宇憲 我過去真覺得 雲林 海線 紅頭水母 吃飯雞刷 在這地方 連種稻子都很難 就沒想到 他是兵家必勝之地 當然我們過去講喔 蘇智芬他最以為好是哪兩個區 一個叫北港嘛 一個叫麥寮嘛 但是呢 麥寮你可以仔細看喔 他在2020年到2022年 尤其是縣市首長的一段期間 整個大翻盤 那寶玲哥我先講麥寮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大翻盤嗎 為什麼 因為他內部產生分裂 原本呢 他內部是要派一個叫做 許忠富的 出來當麥寮的這個鄉長 對 就是說沒有想到許忠富 你知道這個人多妙 都民進黨的喔 各位我講的都是民進黨的 他在最後一刻 領表前突然說 我要退選了 那背後大家講就是 蘇智芬弄了嘛 因為蘇智芬後來 塞了一個叫蔡長坤的進來嘛 所以那時候他們地方上 中央可能不知道 地方上來鬧得沸沸揚揚 然後一堆人說 那我們這樣 來那種廢票聯盟 所以你看到到2022年 他整個結構產生大翻盤 因為很多民進黨的內部覺得 李蘇智芬一個人 獨斷專權 然後全都跑掉了 所以賣掉翻了嘛 對不對 這個丁學忠最特別的是 他當年在選胡偉政長的時候 是贏一萬九千票耶 寶玲哥他有一個背面有一個數字 你知道他對手拿多少票嗎 才九千票而已 這是碾壓 這不是一萬九千票的原因 他是完全碾壓 而加上丁學忠 他本身又是台西人 台西也是這個選機很關鍵的 所以一旦他台西拿得下 胡偉拿得下 如果連朝天公 在所謂的縣政府的資源 縣政府的幫助下 都跟著翻盤 而最後僅剩下賣療 賣療可能也會瘋電視的狀況下 你說為什麼今年 蘇智芬打一場選舉 打到蔡英文要一直來 打到賴清德要一直來 他背後的故事就是這邊嘛 因為整個地方已經產生 完全不同的質變 而且是由張立善 由憲政的意志 一路影響到整個根層底層 那你說 蘇智芬怎麼可能今年 會好選到哪裡去 好 但我們講的是 本來台南不是 在賴清德的本命區嗎 甚至在那邊誇下海口說 我要拿下七層選票 為什麼他最近 連續排了很多的行程 然後一直到了台南 他到底 他還覺得票不夠嗎 他需要更多票 因為台南是他的本命區 寶貞哥我們也不會延 只剩幾天就要投票了 台南民進黨 現在目前目標很簡單 總統不但要勝選 而且總統的選票是六成起跳 他的目標是這樣 六成起跳 六成全贏 六席全贏 民進黨的台南六席全部都贏 那你要看到 因為台南畢竟現在 目前六席都是民進黨 然後林俊卷 現在遇到一個王嘉珊 他現在目前沒有辦法來選 他就單一選舉了 對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沒有錯 因為這個會引起其他的立委 在想說 你現在去選市長嗎 我今天就在我們關鍵時刻 跟大家公開講 對啦 鑽起來就是要選市長啦 不怕大家知道 你就問他 大家講說 不要這樣 我是要幫忙 對 兩個都有嘛 我就跟寶傑哥講 因為我問過郡憲 他那一區因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失去資格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AK講就穩上了 可是這個時候呢 他不能講穩上啊 他說我怕 因為大家覺得沒有危機感以後 大家不出來投票 現在還要投政黨票跟總統 所以他就也索性的 理直氣創的告訴大家 他頂我那一區 我也要投膠油啊 賴清德難道那個區域 不要投給賴清德嗎 他就跨區了 他現在把他的那個海報 就換成兩種 本來就是他那一區 他的這個林俊憲支持 現在變成是 整個台南都掛什麼 掛林俊憲跟那個賴清德 就說你要支持賴清德 第二個呢 叫搶救王一川 因為搶救王一川 就是投政黨票 那他這麼做 其他人也不能說不行啊 陳丁飛跟王帝允來要抗議嗎 這為了民進黨好啊 可是因為這樣 他就把他的那個觸角伸出去 因為很快的 2026年的時候 馬上黃偉者已經兩屆了 接下來就是 本來是王帝允跟陳丁飛 還有林俊憲三個人 可能是2026的 才叫選立委 維漢就講市長 沒有 你地方的影響力 就是趁這個時候把他伸出去 那如果真的 把這個如果真的 最後 政黨票開的也不錯 總統不但勝選 還拿了六成 然後呢 他的這個地區各席 六席全部都上的話 那林俊憲當然還是 這三個人當中 陳丁飛、王帝允跟林俊憲 最有可能 代表民進黨選 2026年市長的 就是林俊憲 那這兩天在南部也有一個討論 就是 因為反光鏈的關係 陳丁飛的這個 所謂的制度感覺上 我們看到賴清德 還連續去郭國文兩個場子 有這麼緊張嗎 郭國文他現在被討論 就是因為相對之下 林俊憲基本上 因為沒有對手了 跟一個看起來 好像情勢沒有那麼樂觀 那當然就要多去嘛 可是寶貞哥我就說 台南這一區 六席立委 國民黨你看其實講的 也沒有那麼多 國民黨現在猛攻的 其實是高雄三跟高雄六 高雄三是左南的李梅貞 高雄六是陳美雅跟黃傑 那個地方是因為有個郭貝宏 他們還存著一絲希望 在努力 但真正有可能 台南高雄 能夠讓國民黨 能夠有一席上的 其實我從頭到尾看法沒有變 就是高雄第三選區 左南的李梅貞 所以台南是這樣 台南現在國民黨 當然希望把票衝高 可是謝龍介現在目前提了不分區 然後也王玉米加上柯智恩還有蘇清全 國民黨確實過去不分區名單 沒有這樣提的 所以國民黨並不想 把南台灣的票給放棄 可是賴清德跟民進黨也發現 最近侯有瑜去南部去的比北部還多 那侯玉米很簡單 他的看法是說 可能我們在南部的選票 比翔陽中還多 他覺得說南部 可能國民黨支持者 過去已經這麼久都 國民黨都沒有贏了以後 他趨於隱性不肯表態 那他去掃街的時候 他覺得說 他看到了熱情因為 一起咬人 他有信心 國民黨在南台灣 能開出比翔陽中更高的票 好那寶傑哥 回到我們的整個 總統大選的主軸 北藍 藍綠 中台灣對不對 那如果北還是一樣藍 可是南部沒有那麼綠的話 那侯玉米就覺得說 我有機會了 所以藍綠都在搶台南 都在搶高雄 那賴清德自己是 台南的老市長 他這個地方 能不開出六成嗎 所以他要常常去 常常去是為了要衝高票 並不是因為他擔心會掉 台南六行民進黨 應該是穩穩的 不會有問題 走 我們知道 台南是賴清德的本命區 他在這邊得過高票 而且在這個地方 他還是發下豪雨 他要拿這個有史以來 最高的得票率 結果呢 他最近我們要 5號 8號 12號 三度要去台南市拉票 而且不斷去郭國文 我們最近講過 因為現在台南第二選區 郭國文跟陳文和 因為反光電的關係 兩個出現一個非常緊張的關係 還有你說現在全台灣 選情最複雜的地方 竟然是台南 除了地方上的派系有變數之外 還有他們彼此 一間有一些曖昧的關係 對 沒錯 實際上是賴清德 他今天 然後這個5號 然後8號 12號 他準備三次到這個台南去 為什麼 因為他這一次其實下了 對台南所有的議員都下了這個 立委都下了軍令狀 絕對要開得非常好 要開出這個最高票 甚至他目標是開到七成嘛 好 那為什麼這樣 說實在 有些區域目前是比較危險 那有些區域不危險 但是呢 恐怕呢 有一些變數存在 好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比較 目前為止 繃得比較緊的是嗎 郭國文跟這個陳昆和 那我們知道 他是在這個第二選區 第二選區來說 現在是怎樣 陳昆和就是反光電 然後這個郭國文就是要光電 所以兩邊呢 因為光電的議題打起來了 然後打起來的時候 為什麼對郭國文 形成很大的壓力 因為上次呢 謝榮介在這個地方 一變過來嘛 所以對郭國文來講 他很緊張啊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打我的話 有可能變嗎 會不會有翻轉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實上 賴清德就去了兩次嘛 去麻豆啦 然後又去家裡 這兩個地方 幫郭國文造勢嘛 好 那除了幫郭國文造勢之外呢 剛才寶傑講到 台南有一點複雜 複雜 比如說現在 有三個 應該是大家都認為說 大概十拿九穩的嘛 一個是王定宇嘛 然後一個是林俊憲嘛 一個是陳廷飛嘛 都穩的啊 都穩的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而且林俊憲根本沒有對手 對 林俊憲沒有對手 可是呢 他選得很認真 很拼 他現在 其實林俊憲呢 就是過去給人家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的積極 這一次非常積極 努力的在拼 不是 他的對手 已經被剝奪了 這個所謂的採選資格啦 不是 他沒有對手了 等於已經當選了 他忙什麼 對 宮廟系統什麼 他拼的真的 全所未見的拼 而且很簡單一個理由 因為他們三個人 不是只有拼這一次的立委選舉 他們放演的是 兩年之後的 台南市市長 所以市長前哨戰 對 為什麼是前哨戰 第一個 他們現在各有一個選區 一個選區裡面來說 你這一次絕對要衝過最高票 一定是 我是這三個人裡面的最高票 最高票就取得了一個所謂優先的地位嘛 對不對 不論是說接下來可能會徵召或是怎麼樣 至少有一個理由嘛 我有一個喊牌 對 喊牌的這個狀況嘛 所以他們三個人 真的這一次都努力要撐大票 那不只是撐大票 他們還怎麼樣 他們還會互相這個 跨過對方的選區 這是林俊憲的看板 他已經掛到什麼 掛到王定宇的選區了 什麼意思 對 這是王定宇的選區 對 這是王定宇的看板 結果林俊憲 你又不選這一區 你把看板放這幹嘛 對 沒錯 那現在市長你看 這個裡面來說的話 王定宇的選區裡面 民進黨議員跟林俊憲 還成立一個聯合服務處 在王定宇的選區 所以他市長現在雙方 三個人之間有一點互相 互相cover過對方 那陳情分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現在三個人 是拚了命 要努力把這個票往上拉 那往上拉的過程裡面 這裡面是不是 三個人後續也有一些 地方上面 你不是我這一掛的 也有互相在牽制對方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會變得有點複雜 就是這樣 他們三個都想衝高票數 但是如果是這個 在地 這個所謂林俊憲這個地方 是可能跟我這個 王定宇比較交好的派系的時候 我可能會在後面給你衝肛 同理王定宇這個 跟林俊憲交好的時候 他搞不好 也不會全面服選你 那你跟我們講 陳亭輝也是一樣 各懷鬼胎 所以他們現在三個人 雖然說都很有可能會贏 但是裡面其實 裡面的派系的鬥爭 還有因為下一屆 市長選舉的關係 他們其實 裡面還是有一些 翻層交錯的這個局面 雖然現在的 民之後 會不願意 謝謝 我們 為了 來 我們 來 我們 我是